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柴苑春卷 專業點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柴苑春卷 我是春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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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春卷 對了春媽 你好像有話想跟大家說 是的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在短短幾天裡 已經有超過一千個訂閱了 Yeah 春卷你開心嗎 Yeah 為了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特別環節 就是Q&A 好 Let's go Yeah 好 第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 來到英國 你會否適應呢 我是這麼適應的 因為超市的東西便宜很多 空氣又好很多 地方又很大 和香港有點不同 我現在很不適應 你呢 我啊 沒有啊 我也是 煮東西吃 放狗 煮東西吃 放狗 煮東西吃 和放狗 不如正經一點 不如正經一點 回答大家這個問題吧 好啊 你問吧 你習不習慣呢 很習慣 你平時吃什麼呢 沙丁糠麵 沙丁糠麵 這裡沒有的 沒所謂 我都吃炸魚薯料 沒所謂 你每天吃炸魚薯料 我吃炸魚薯料都可以 對呀 披薯料都可以 是嗎 你每天吃會死的 可能 我暫時可以 不是 你早餐吃炸魚薯料嗎 哈哈 晚上才吃 哈哈 你晚上吃炸魚薯料嗎 我早餐和西貢人一樣 吃那些 你煮那些 對呀 那我平時煮什麼 炒蛋 三文治 乳酪 也對呀 這裡買乳酪很便宜 神經病 真的很便宜 買什麼都便宜 對呀 買春的東西都很便宜 這裡其實很多東西都超便宜 例如這麼大杯的乳酪 是四個多 四個多港幣 那你香港買一個這麼小的乳酪 也要7元 對呀 真的很便宜 所以其實真的看你平時吃什麼 還有你早餐是想吃什麼 如果你喜歡吃白粥油炸鬼 這裡就真的難一點 對呀 可能要去唐人街 但不是夜夜都可以去唐人街 那你覺得 春卷在這裡 散步 那些食營 那些食營 當然食營 挺開心 你也有看到他 上一條片 在家樓下散步的樣子 那樣子 是很滑的 我沒試過在香港找到雞胸蒸圓是滑的 在香港找到雞胸蒸圓是滑的 在香港找到雞胸蒸圓 很多人都會問 是不是有很多歧視的 你去英國 有什麼歧視的 我不覺得 所以為了一個月 好像沒有被人歧視 有一個月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嗎 這麼快 嗯 這裡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我覺得 只顧著你 對呀 其實遇到的人 多數都很友善 尤其是我們帶著一隻狗 很多人對槍卷都很有興趣 哪有空歧視我們 對呀 我想送了拍照 總結 其實我們暫時沒有被人歧視 暫時的 暫時的 對呀 不過這也是我們的經驗 我們來了幾個星期 如果你有被人歧視過 或者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對呀 你來過英國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你選曼城 因為我們認識倫敦和曼城 倫敦的生活費比較貴 所以選曼城 也對呀 而且倫敦太像香港了 如果我選倫敦 我選了一些比較寧靜的地方 那這裏真的挺寧靜的 我們去過倫敦 玩了一天 再來曼城 完全不同的感覺 對呀 這裏真的感覺上人少很多 除非市中心 市中心當然是一零王 但我們住這個社區 比較少人 嗯 出拳也很怕太多人的地方 開了幾天youtube 真的有很多朋友留言 而我最喜歡的一個留言 就是這個 你呀 他隔著螢幕都說 知道你有很多錢 春白 你是不是有很多錢呀 究竟春白你是不是真的有很多錢 蛤 當然不是呀 難道我養似李嘉誠 似李嘉誠 似李嘉誠都可以的 似李嘉誠就不好了 對呀 錢就沒有啦 那我沒有很多 拿去吧 當然沒有啦 很多錢我不會站在這裏 是不是 我們下一集解架一下 究竟移民需要很多錢 好嗎 好呀 有很多朋友問我們 究竟要花多少錢 好嗎 阿春又睡了 你站好嗎 你很睏 你很睏 因為這樣 今集就到這裏 不妨礙春卷睡覺 他要吃東西 他要充電 好了 今集的Q&A到這裏 如果下次再多點的subscribe 我們加入你的Q&A 又或者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好了 記得COS我們啦 謝謝你 拜拜 好想吃嗎 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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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短短 Youtube Youtube 哈哈 再來一個 問吧 快點問吧 哈哈 太忙了 你慢了 所以我不太能看著你 超快點 快點